截至上月底 勞工署在疫情以來 接獲541宗 懷疑因公感染新冠病毒的僱員補償個案 包括兩宗死亡個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茲光 回覆議員書面提問說 其中79宗確認是工商 僱主需要承擔僱員補償責任 包括11宗已經獲解決 另外有百多宗個案 因為不同原因 僱員撤銷或未有繼續索償 勞工署正是跟進剩下個案 羅茲光亦說 為本地確診 面對經濟困難的合資格人士 提供一筆過5000元印刷現金津貼 現階段沒有計劃擴展至 獲化檢疫令 或醫學監察通知書等人士